在具体的讲解学写一个字的核心逻辑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将要创建的这个整个工程的文件结构 同时呢创建我们的converse画布 并且在这个画布里呢绘制一个米字格 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对我们converse相关内容的一个复习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html文件的head里面 加载了一个jQuery 对于学写一个字这个应用程序的核心逻辑来说 我们不需要使用jQuery 但是在后续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一些html的空间 比如说按钮和我们的converse进行交互 那么使用jQuery呢可以方便一些 其次呢我们加载了一个css的文件 之后在body的最后我们加载了一个叫做handwriting.js 那么我们学写一个字这个应用程序的核心逻辑都将放在handwriting.js里 那么首先我们在html文件中加入我们这个一系列课程的主角 也就是converse这个标签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给这个converse加载了一个ID 就是叫做converse 那么相应的我就可以在css文件中来定义这个converse的样式 那么在这里呢我的定义非常简单 让它的display是blog同时对齐在屏幕的正中央 在开始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呢 我给它绘制了一个浅灰色的边 在这里还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在之前的课程中有一些同学会问我 是不是可以在css中定义converse的大小 那么事实上我在绚丽的倒计时一课中其实介绍过这个问题 在css中虽然可以定义converse的大小 但是这个大小只是它在html文档中显示的大小 而不是具体的converse的分辨率 所以如果我们想定义converse这个画图的分辨率的话 需要使用它的width和height两个属性来定义 那么通常呢我习惯在js中来写出它的大小 当然了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具体的实验一下 比如说在css中定义一个600x600的converse 之后绘制一个从100100到500500的直线 看一下效果 然后再对比一下 如果我把600x600这个画图大小的定义写在vis和height的属性中 或者写在js的converse.vis和converse.height的属性中 再绘制这样一条直线 看看区别是什么 动手实践是学习程序设计的一个捷径 下面我们就可以在js中对converse进行一个初始的尺寸的设计 那么在最开始我会将这个一个字的方格呢 设计成800x800 为此呢我创建了converse.vis和converse.height这样两个变量 其中converse.vis先使用硬编码的方式写成是800 那么具体的高度呢和宽度相同 这样保证我们的这个格子呢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之后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使用getelementbyid的方式 拿到converse之后再使用converse的getcontextrd这样一个方式 拿到相应的上下文绘图环境也就是context之后 我将之前定义的这个converse的宽和高 付给converse.vis和converse.height里 那么经过这样的设置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我们设置了一个800x800的画布 我在css中写了一个浅灰色的边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下面我们先在这个正方形的画布中绘制一个米字格 这样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应用呢是用来写一个字 那么同时呢也是让大家复习一下如何使用converse绘制直线 在后续的课程中大家就会发现绘制直线对于这个应用来说是直观重要的 那么对于这个米字格的绘制呢我们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绘制一个外面的一个正方形的边框 这个正方形的边框呢我们将使用粗一点的线条来绘制 在这里呢我选择让它的线条宽度是6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此时为了绘制一个线条宽度为6的这样一个外边框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规划出相应的绘制路径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相应的绘制路径呢我使用这样的方法 首先begin path表示我将要开始一个新的路径 之后使用move to的方法到33的位置 这是因为我要绘制一个宽度是6的线条 所以离最边缘流出3像素的长度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如果从00开始绘制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之后我使用了三次line2的方式 依次让这个线条的路径到达整个正方形的右上角 右下角和左下角 之后我没有使用line2回到左上角 而是使用了close path的方法 来表示这是一个闭合的路径 这样一来我就规划出了一个闭合的正方形的路径 那么下面具体的绘制过程呢就是非常简单了 我设置一个line width这样的状态 16个像素之后调用一下stoke方法就好了 这里由于整个米字格我都将使用红色来绘制 所以呢我在begin path前面先声明我的这个线条颜色呢是红颜色 这个rgb值是一种红颜色之后在css中我将之前绘制的这个灰色的边框呢给去掉 那么此时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红色的正方形边框被绘制了出来 希望到这里大家已经回忆起了使用converse进行基本绘制的一个程序结构 下一步相应的也非常的简单 我要在这个粗线条的红色边框中绘制一个米字格 那么这样一个米字格呢具体的就是四条直线 我使用这样的方法来绘制 大家可以看到我使用四次的moo2来移动到四条直线的不同的顶点之后 使用line2来规划四条线段具体的位置 分别是两条对角线以及两条在中间的直线 注意在这里我把这四条线绘制的相应的细一些 所以line2设置成1之后调用一次stoke来进行具体的绘制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样一个米字格就绘制完成了 在最后我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些整理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刚才绘制米字格的过程放在了一个函数中 并且给这个函数起名叫做jawgrade 也就是绘制后面的这个边框背景 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在程序中直接调用jawgrade 就绘制出了这个米字格 另外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由于我们在jawgrade里进行了状态设置 为了让这些状态不影响我们之后的绘制 那么我们在具体的绘制边框之前 先调用一下contact.save保存最原始的状态 之后在绘制结束以后再调用一次contact.restore 这样一来我们在jawgrade中进行的任何状态设置 都不会影响我们之后辩解程序 对这个converse进行的绘制 那么作为这些变动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米字格 依然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化 我们之后的程序就不会再动jawgrade这个函数了 那么这一节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在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那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可不可能把米字格中间的这四条细的直线 改化成四条细的虚线 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相对的有一些难度 相信大家认真的学完了之前的converse绘图 进行这个改造并不难 这样会让整个米字格表现出来的样子更加的真实 大家不妨试试看 加油